哈哈哈哈 后面还有一只大熊熊 这是我的背景 我把声音开大 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这是我的背景 背景 背景 好的 现在只有我和露露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邀请 都林 真是吗 我八百年没有直播播了 我几乎就没怎么直播 哎哈喽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哈喽 哈喽 能听见我说话 说话的声音你能听见吗 听到声音 他听不到 听不到声音吗 听不到声音吗 杜琳 然后要邀请 唯唯 唯唯还没有生情是吗 笑得一下啊 还要等唯唯 知道吗 真的 我昨天都没怎么睡好 今天要开播了 激动的 有些失眠 哈哈 别紧张 紧张的都快睡不了觉了 你可能晚上那个主题预告可不可以等我 等一下 等一下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迟早要开一个我自己的直播 就是直播我怎么玩游戏 你们都不紧张的嘛 今天要开播了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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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都 都不紧张 都不紧张 紧张是肯定的 就是很期待 就是很期待 非常的期待 看 renamed 好 看到 哎呀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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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主持人吗 今天 今天我是主持人 对我来正式介绍一下 今天呢 我们就是我 我和芸汐 做回咱们这场直播的主持人 天哪 我居然是主持人 真厉害 好了 那我 我们大家各自介绍一下 我们各自在这个 长乐行为当中 所失点的角色吧 嗯 那我现在来了 那我就是在长乐行为当中 是演质子谭台镜 呃 包括 嗯 战神明夜 和逍遥宗的小弟子 苍九明的扮演者罗芸汐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露露接力 我们六个人在这里聊一天 然后还要以本正经的介绍自己的语言 好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演员白鲁 在长乐鲸鸣中 是演正道之光的 李斯苏 然后叶佳二小姐 叶希吴 还有 呃 和邦公主 发展 哦 哦 哦 我就是在这个 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为了防止世界太安静 然后为了拿下完美的另一半 所以贯彻爱和真实的邪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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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还有表现起能过去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可爱 欢迎 欢迎 嗯 那都我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邓维 在长乐鲸鸣中 饰演山茶花 殿下 敲脸 丑魅 宝摩 桑佑 还有 肖宗的大师兄 郭艳基务 嗯 欢迎 魏魏 好了 那我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孙之珍一 在长乐鲸鸣中 饰演鼓励 精怪的小鼓励 天然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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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演员耿叶 在居中饰演 直求追爱的 郑国将军 叶碧清雨 嗯 好了 营业 叶碧清雨 好了 我们 六位 这种东西 直到齐了 接下来 我们就来 和大家 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 长乐鲸鸣当中 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和一些 我们共同回忆一下 对吧 因为 我们 也是很久没见了 上次 发布会 然后聚起来之后 我们也在说 长乐鲸鸣 现在拍摄 已经一年了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呢 我们 都有些 这个 记忆 都已经有些 遗忘 对吧 今天大家一起 共同回忆一下 共同回忆一下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进行第一个环节 我们就来聊一聊 我们戏外的欢乐日常 那我这里有一个题板 让你那边 我会拿到 是这样子的一个 连线题 有一个连线题 对 对 就是我们 六名演员 配上六个关键词 然后大家共同来 演一下线 看看 我们够不够默契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 没事你说吧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啊 是这样的 而且它是静向的 是这样的 静向的 静向的 那么这样我来给大家念吧 来给大家图 最会整活是谁 最会 最会 发夸是谁 最会接耿又是谁 最会唱歌是谁 最会逗乐是谁 最会拍照是谁 整活 整活 夸人 接耿 唱歌 逗乐 和拍照 唱歌的肯定是你了 对 对 唱歌肯定是你 这个肯定就 好 然后整活 大家觉得谁最会整活 最会整活 最会整活的话 我觉得 夜清语吗 我觉得夜清语 清语应该是最会逗乐吧 那这样子吧 我们以排除出法 最会 最会接耿又是谁 应该是我吧 对 是 最会整活你的夜清语是吗 整活 整活 整活我们先排除 看一看 我们先看谁最会夸人 你们觉得谁最会夸人 我觉得 会比较爱夸 对 对 独独爱夸人 对 独独爱夸人 好 好 那最会接耿是谁 肯定是陆库路了 我觉得 嗯 对 对不对 排除三个了 我觉得其实 大家也可以 可以自己猜一猜 你可以发在弹幕上 你们觉得 我们六位 应该是 对 对 有观众 大家也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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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一选 那最会 逗路做是 我觉得哽咽的 肯定比较行 那整活应该是 邓维了 对 那整活 还剩一个什么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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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这个 这个 你确会 可能是 哈哈 好了 我一起联航了 给大家看一看 所以 我是最会唱歌 露露是最会接耿 独灵是最会夸夸 梅瑞是最会整活 然后珍妮是最会拍照 可能也挺最会逗乐 对吧 我们举例说明 因为我记得我在片场 就准备了一个 那个大的那个麦克风 就手持的那个麦克风 无限麦克风 没事儿咱们就在现场 就开始飙歌 你们记不记得 你拿几个鹿 你车上还有好几个 我车上是车上的嘛 然后手持的是一个 巨无霸听 手持的麦克风 然后开始飙 然后没事儿就飙一首 然后鱼种 他们问我什么鱼种 我就说 从 普通话 然后到粤 到米南鱼 什么样的鱼种 就 取酷取之苦尽 你那一首闽南语 要给他展示 这个 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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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零星 零星 精彩 你脑子转得比较快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拍照的话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我把各位我给大家拍的那些 特别好看的照片等我们去播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发出来 让大家欣赏欣赏 好看的可以 一定是好看的 好看的 好看的 是吧 对好看的 好看的 可以吗 我先发给各位确认一下 行不行 不用确认 你发 你拍的好看的照片 是我们都是 都同意的 对对对 好看的照片 我前两天还翻了一下我们巡聊 翻到那个 实在是吓人 实在是吓人 晚上会做的梦 那种真的 哈哈 请大家记住 现在我们直播的样子 然后再记住 我给大家拍的那个充电照 先接个图 做个对比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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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昨天在优酷的这个预约不是已经破500万了吗 那 现在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既然直播已经达成500万的这个预约突破 那就让我和露露把另外一个flag兑现一下 现场合唱一段 合唱一段 那 就 你们 对咱俩的音频 可能就是 往不太同步 咱俩会会就是生化不同步 对 那就是你先唱一段 然后 我唱一段 啊 就是我跟大家少透露一下吧 昨天我看露露在那个 呃 优酷的那个回复 不是说你在学歌了吗 对不对 嗯 是吧 是在哪回复的 你说你已经开始学了吗 对观伯 你这就要给大家透出去了 不是啊 我就跟大家说 请大家记住露露说的这句话 然后到时候一定要跟大家兑现 是吧 啊 然后 哦 那唱不唱 我们 唱哪个呀 我们不是有一个花絮在唱那个你的微笑吗 哦可以啊 是吧 要不我没词 送个你的微笑的词词给我 哎 你就像 从那个到吧 对对对 要不咱俩试试吧 万一能同步呢 爱情是你才 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 在我的心中围绕 别人都不了 只有你知道 因为你的世界不再难掉 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 你就像月亮的水岛 拥抱着地球闪耀 在我的星球写下轻叹好 有了你世界是昏天堂 你的微笑跟着的每一个奇妙 对对对 哇 你们真的音话不同步哎 哈哈哈哈 大家一边听的还好 但是我们已经很尽力了 也算是兑现一个flag吧 对不对 嗯 然后那个露露你可以回忆一下 就是在剧组里面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深刻的印象 我这两天一直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 我想到有一个情绪 就是说我就是已经零盒饭了 然后我躺在那里要演一个尸体 然后这个时候 你们跟叶婷她就是叶清语她冲进来 要拦住你 就是叭啦叭啦叭啦咱也不剧透了哈 你有没有想起来她当时那个装面是怎样 我知道太可怕了 我的天啊 她当时就是一整个被人吸干了 然后进来之后 我一定想个炸死 哈哈哈哈 我更像尸体 你这个装面是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 真的 真的 是在拍上一首剧吗 我俩都笑场了 我一再说 我说你可以跟她说什么 我是我 看不了她 然后你知道吗 那场戏我也想起来了 有一个贼搞笑的 嗯 小细节 就是我不是要在你面前吐行吗 隔壁行 你一巴掌那种 我过来 我过来 我过来帮你一挡住嘛 然后然后你就在我下面 然后我就在你下面 然后吐一首鞋 我真的身发吐到你脸上 然后吐的时候就在脸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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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搞笑 因为你正好就在我下面 我吐的时候就在脸上 就太刺激了真的 然后因为我还拍着你呢 我就怕我如果吐在你脸上 你的眼睛这么突然一炸 就很搞笑 可是我那天是很开心 我终于可以唱那演戏了 可是也到后来到那边 我要憋气 就是 对拍到你的身份后 确实是要憋气 憋死我 不行了 所以还是得给你鼓个掌 还是点个赞 可以 谢谢 你们比较辛苦 你那场的戏都是大声音乐 对那场戏的情绪挺大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场戏 那场戏还挺有趣的 那都琳呢 都琳有没有什么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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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 主动的要订阅情 可能因为 是在跟开机库节目的时候都拍的 然后当时跟 我也在还没拍什么 然后 我们拍这样的戏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天气地也没有很冷 然后我就拍着拍着自己都不提醒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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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看到 那点的表情就是讲识话的 感觉发生真紧张 我也就是说天哪 我哎 没有他 他一流滚雪 然后我又很慌张 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这个身体拿出去 吹个二十年 不过分的 天哪 是说的是那场戏 就是好像是有一些亲密的动作是那场戏 对吧 对 对 哦不会是那些 你那些 就是我靠亲密的动作 多亲密大的感觉 对 对 而且那场胸门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显留下来了 就 在现场那个肯定说不清楚 你知道吗 对 越解释越说不清楚 就更解释 就很 很很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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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